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像这样的翡翠不要买 为什么你老是不听我呢 你把这个货收回去卖给谁呀 我也想自己买点翡翠 证明一下我的实力呀 这个不是在证明 你这个行李起研 这个就是浪费呀 有啥浪费的 这多绿呀 多好看呀 这些都是有文艺业的 而且这面又不好 你买回去你能带吗 能带呀 没事的啊 我都给你讲了 有文有力的 不要收 不要收回去 收回去卖给谁 你自己留着带吧 我传就不收 我觉得挺好看的呀 我都给你说了 没有总续 没有总续 你老是不听我 我给你看呀 什么在这儿 发现的本色行吗 哇塞 你这盘 哇 你这盘跟我那个确实 确实不一样啊 肯定不一样啊 你看看这个每一件 都是有总续的 而且都是有质量的 我再看看你收的这个货 没你吗 可是你这玩意贵呀 比我那个贵那么多 谁跟你说这么贵 你可以好好地看一下 我这个盘子里面 每一件都是鲸鲸 而且每一件拿出来 都是能经得起考验的 你看一下 你这个算又大又便宜 但是你这个每拿一件出来 都是有文有业的呀 这个你带就出去走吗 你看看我这个每拿一件出来 它都是经得起考验的 而且钱都花在刀尖上 知道吗 哎呀 你可以好好看一下嘛 你不要老是说我兄弟兄弟 你可以好好看一下 这对比较这件货品的质量 对不对 有时候你买这么一堆回来 还不抵我这个一件 我这个的话都是金属 算了算了以后的话 我不再拿钱给你买货了 再拿钱给你买货了 你把我的钱全部给我打水箱了 我兄弟把你回来 你要买就按照文章的买货了 听到没有 我不是想给你省点吗 这个不是省不省吗 我们买货 一定要看汽质 看质量 看身价值 像这些我觉得 他们每年货 它的价值呢 都是能对得起这个质量的 知道吗 一分钱一分货 但是这个钱花得值得 懂了吗 现在什么行情啊 你干嘛要把钱 要在这些贵货上 多买点便宜啷嗦的 纯纯慢慢卖吗 现在你就不懂了吧 像这些有品质有资料的 它以后留着还可以升值 有空间的 本确一年没年贵 你买那些的话 它永远都升不了质 而且永远都没有空间 像这些好货 你拿到任何地方去买 它都得卖 但是你的又差的 又有多让人比喜欢 是不是吗 所以买给卷 不一定自看价格 咱们你要看获得品质 看获得质量 宁愿买金 不宁愿买多 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当务间上面 我感觉给你说了这么多 你都没有找这些 你好好看一下 好好的欣赏一下 我买的每一件 像这些的话都是一些小金品 我们在挑选货品的时候是很严格的 每一件货品都是要求的是无味无理无杂质 而且要品质质量 都是要在一条线上的 你看一下像这些都是金品吧 带雪花棉的大豆子 而且这个底部的话是完全没有垫底的 它就是有这么个实力 年中三元 看像这些叶子是不是胶腰润润的 冰冰透透的 底部也是没缝底的 这个还是一刀切的 这个还是一刀切的 飘的是兰花脆 是不是比你那个好得太多了吧 你看看像这些 好看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 像金字月叶加半叶打带飘色花的 然后像这边的话还有一些紫色的柴绳盐 你看像这个它也是很金啊 这个盘子里面的货的话真的是好看太多了 你们如果有喜欢的话也可以在我的评论器里面告诉个人 每一件的话性价比都是非常高的 里面可千万不要学我们家这个小妹妹 通通都妈这回来我也是熟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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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